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家铺有个小伙子叫杨天赐 二十岁了还是光棍一条 杨天赐三岁时便失去父母双亲 叔叔是他唯一的亲人 想把他领回家养着 但婶婶死活不答应 叔叔是个七管言做不了主 只能偷偷给天赐送一点吃的 杨天赐只好挨家挨户讨饭为生 村里人看天赐可怜 无论他到谁家 都会给他吃的 有的人还会给他一些衣服 可以说杨天赐是吃百家饭 穿百家衣长大的 岁月如梭 一转眼 十几年过去了 杨天赐也已经十八岁了 身高七尺 身体健壮 有一身好戾气 杨天赐知恩图报 他自知是村里人把他养大成人的 所以 无论谁家有事 他都会第一个跑去帮忙 而且是一帮到底 村里有一户老人 夫妻两个无儿无女 杨天赐便天天去帮忙砍柴 挑水 比亲儿子还周到 村里老人们觉得 天赐这孩子老实厚道 勤劳善良 想给他说一个媳妇 但没人找了很多家姑娘 都不愿意嫁给他 有一天 杨天赐给村里两位无儿无女的老人 送柴回来 看到一个老乞丐在讨饭 天赐就到家里 给老乞丐拿来很多吃的 老乞丐上下打量了天赐一番说 我看你天庭饱满 印堂发亮 鼻涕厚重 浮笑满满 日后必定大富大贵 众人都忍不住笑起来 说你这老乞丐也是搞笑 他家土四壁 穷得连习福都讨不起 你还说他福相满满 日后大富大贵 请问他靠什么大富大贵 别在这里瞎咧咧了 你就是把他夸成天王老子 他也没钱给你 老乞丐说 我不是骗钱的 至于这位小伙子靠什么大富大贵 此乃天机 不可泄露 说完便扬长而去 老乞丐走了 有人便对天赐说 扬天赐 老乞丐说你日后必定大富大贵 你要是富贵了可别忘了我吗 有人说 天赐 刚才你应该问问老乞丐 你什么时候大富大贵 杨天赐说 大家就不要取笑我了 过路乞丐也不过是随口一说 看我这个样子 哪来的大富大贵 这天 杨天赐正在给村里两位老夫妻挑水 叔叔找到他说 天赐 有个好事告诉你 天赐说 叔叔 我能有什么好事啊 叔叔说 镇上的赵云外招上门女婿 他家可是镇上最大的财柱 乡下有几百亩粮田 镇上还开着几个店铺 家财万贯 当了他家的上门女婿 一辈子不愁吃喝 你快去应招吧 杨天赐说 叔叔 人家赵云外是镇上最大的财柱 女儿可是千金小姐 怎么能看上我这个乡下的穷小子呢 叔叔说 李是这样的李 可你想想 人家有钱的大户人家儿子 谁愿意做上门女婿呢 家境稍微好一点的人家 也不会让儿子去当上门女婿 所以 只有乡下有几个儿子的穷苦人家 才会让儿子做上门女婿 你还是去试试吧 也许就行了呢 再说又不需要花银子 即便不行也少不了咱什么 杨天赐说 那好吧 我去看看试试 于是 杨天赐稍微把自己收拾了一下 便去了镇上 边走边问 终于找到赵云外的家 只见赵家大门有很多人出出静静 进去的人脸上写满希望 而出来的人满脸都是失望 杨天赐看见那些 从赵家出来满脸失望的小伙子 哪个都比他穿得好 自己进去十有八九 也是失望地走出来 不过 既然来了 还是进去试试 于是 杨天赐便往里走 却被守门的挡住了 问他干嘛 杨天赐说 我是来应招上门女婿的 守门的说 就你穿得和乞丐似的 也想当赵云外的上门女婿 杨天赐认死理 说 赵家又没说穿得不好 不能应招 为啥不让我进去 门尾说 你以为是招成功火家 穿得破破烂烂就赶来 这不是恶心我家小姐吗 不能进 这时 一个管家模样的人 从里面出来 问守门人怎么回事 守门人说 你看他穿得像个乞丐 也要进去应招小姐的上门女婿 管家看了一眼杨天赐 对守门人说 让他进去吧 衣服穿得不好没事 只要其他方面符合要求就好 杨天赐这才见了赵甫 选女婿的人除了赵云外夫妇外 还有一个貌美若仙的姑娘 应该就是赵甫的千金了 也就是为他选婿 他才是主角 轮到杨天赐时 他看着离他不远的赵家小姐 心里砰砰直跳 心想 前面的肯定每一个被选中 不然早就停了 然而尽管他还有希望 但估计还是零 小姐问他父母年龄多大 都是干嘛的 弟兄几个 排行第几 还有生辰八字 杨天赐都一一做了回答 然后赵云外就突然说 好了 就他了 也就是说 在那么多的应招者中 杨天赐被赵家选中了 杨天赐一度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呆呆地站在那里 赵夫人说 天赐 还愣着干嘛 快回家准备吧 三天后与我家小姐拜堂成亲 杨天赐感到奇怪 那么多来赵府应招的小伙子 都没有被赵家看中 而穿得最烂 杨天赐却被赵家看上了 其实 原因很简单 杨天赐是孤儿 无父无母 无兄弟姐妹 没有家 招进赵府 赵府就是他的家 赵云外夫妇百年之后 赵家的万贯家财 不至于落到外人手里 杨天赐突然想起那个 说他将来会大富大贵的道士来 看来那个道士的确厉害 他的话这么快就应验了 接下来的事就很简单 无需彩礼 无需花叫 三天后 杨天赐身着喜福 披红带花 骑着一匹高头大马 后面跟着几个村子里要好的发小 来到赵府与赵家小姐拜堂成亲 拜完堂 杨天赐牵着新娘进入洞房后 又出来应付客人 给客人敬酒 当客人散尽 他才又回到洞房 进来看见新娘 还顶着盖头坐在那里一栋未动 他上去要接盖头 却被新娘挡住了 杨天赐不知为何 危险他回来晚了 就说我也不是故意回来晚的 毕竟要把客人都送走才可进来 新娘说你不回来才好 其实我不愿意这门亲事 是父母硬逼着和你成亲的 你现在可以走了 父母问起来 你就说是我把你赶走了 杨天赐说 这 这是怎么说的 你不愿意 就别答应啊 我已经和你拜堂成亲了 却在洞房也把我赶走 别人怎么看我 新娘说 我没有和你拜堂 和你拜堂的是我的表妹 她是替我和你拜堂的 所以你还是走吧 杨天赐说 我就知道财住家的千金小姐 怎么会看上我这个乡下人呢 既然你看不上我 你的父母为什么还要选我 做你的上门女婿呢 新娘说 你错了 不是我看不上你 而是我配不上你 我的容貌奇丑无比 脸上有一块黑色的疤痕 我的父母对你隐瞒了我的容貌 但我不想害你一辈子 所以 你还是离开得好 杨天赐想不到会是这样 刚刚还以为眼前这个财住家的小姐 贤品爱富 灵魂丑陋 现在却觉得她的人品比金子还贵 很多人比不上 于是便说 我当然也喜欢貌美如花 但我更看重的是人品 美貌会逐渐消失 高贵的人品却永远像金子一样闪亮 我不嫌你丑陋 我也不会走 还是让我接了盖头吧 新娘说 不可 没有男人愿意和一个丑陋无比的女人过一辈子 你刚才的话的确让我感动 但正因为如此 我更不能答应和你成为夫妻 你还是走吧 即使有人会嘲笑你 但很快就会过去的 总比一辈子面对一个丑陋不堪的女人要好得多 杨天赐说 我不会走的 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丈夫 我不会强迫你和我做夫妻 但我会等你 等你有一天答应做我的妻子 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告诉我你叫什么总可以吧 新娘说 我叫赵颖 里面还有一个套房 也有床铺 你就去那里睡吧 什么时候想通了 什么时候离开 我会和你合理的 于是 杨天赐就去那个套间里休息 第二天早上起来 夫妻俩要给父母请安静茶 赵颖脸上戴着一块面纱 杨天赐也看不出她的真面目 一切都进行得顺顺利利 杨天赐面带笑容给月父母敬茶 看不出一点不高兴的样子 赵颖外夫妇便很是满意 一转眼 杨天赐与赵颖成亲已经半个月了 但杨天赐依然是楚男 而且始终没有见到过赵颖的真实容貌 这天晚上 杨天赐对赵颖说 赵颖 无论你的容貌是怎样的 我真的都不会嫌弃 而且会一辈子对你好 你就把面纱取下来吧 出门的时候再戴上 赵颖说 不行 我做人有自己的原则 你虽然出身贫寒 但毕竟健康英俊 我虽然贵为财重家小姐 但面目丑陋 的确配不上你 杨天赐说 你怎么这么绝呢 我不仅是个乡下穷小子 家徒私壁 还是个孤儿 能做你的上门女婿 已经是高攀了 怎么会嫌弃你的容貌呢 再说 容貌也不能当饭吃 搭衣穿 我不嫌弃你 你当然也不会嫌弃我 这样不是很好吗 你就答应做我的妻子吧 赵颖说 天赐 你真的不嫌弃我的容貌吗 我怕你看到我的容貌 会被吓跑的 杨天赐说 不会 绝不会的 你就把面纱取下来吧 赵颖说 天赐 这些天来 不管我怎么说 你都不离不弃 我的确很感激 其实 我以前并不丑 也长得如花似玉 而且也有个心仪的白马王子 16岁那年 就在我和我的白马王子 成亲的前一天晚上 我突然发烧布置 没办法 父亲就与亲家商议 让表妹先替我拜堂成亲 等我病好了 再和我的白马王子圆房 但是 我病好以后 脸上留下一片疤痕 变得丑陋不堪 没办法 表妹就成为 我白马王子的真正妻子 我的表妹 你见过的 就是代替我和你成亲的 那个姑娘 父母怕他们百年之后 留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就想给我招一个上门女婿 但又怕你看到我的容貌不愿意 就背着我把表妹叫回来 代替我选亲 拜堂 我理解父母的心 但不同意他们这样做 毕竟是骗人 杨天赐说 原来是这样啊 那当时大夫没说为什么 会突然发烧布置吗 而且为什么病好后 容貌发生那么大变化呢 赵颖说 父亲当时也问过大夫 大夫说她没遇到过这种奇怪的病 究竟什么原因也不知道 天赐说 赵颖 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 无论你有多么丑 我都不会嫌弃你 你还是取下面纱做我的妻子吧 也许你的容貌还可以恢复原样呢 赵颖说 我也这么幻想过 但父亲找了很多大夫给我看过 也吃过很多药 但都没有效果 所以 我也死心了 准备戴着面纱过一辈子 你还是去找一个模样漂亮的姑娘吧 我不忍心让你和我这个戴着面纱的人 过一辈子 快去休息吧 杨天赐没办法 只好去礼间休息了 第二天 杨天赐想回家看看 成亲已经半个月了 还没有回过家 不知道家里的房子是不是漏雨 杨天赐便对赵颖外说 想回去看看房子 赵颖外说 回去看看吧 但赵颖不能去 有人问 你就说他身体不舒服 天赐说 我知道的 杨天赐回家待了一个晚上 看看房子好好的 第二天早上就回镇上 正走着 那个说他大富大贵的老乞丐 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问杨天赐现在过得怎么样 杨天赐对老乞丐说 那天你说我日后必定大富大贵 也的确灵验 不久就做了镇上最大的财助 赵颖外的上门女婿 然而 却想不到洞房夜 妻子死活不肯取下盖头 说他容貌丑陋 不愿意和我成亲 并让我离开赵府 我说我不嫌弃他 但他依然让我走 我们成亲已经一个半月了 还没远房 老乞丐一听 眉头紧皱道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都是那个畜生干的好事 你带我去赵府 杨天赐听得一头雾水 边走边问 你说的我怎么一点听不明白 老乞丐说 过后我再告诉你 你现在赶快带我去见赵影 一个时辰后 两人来到赵府 杨天赐带着老乞丐去见赵影 老乞丐从怀里掏出一张黄符 将黄符点着 然后口里念念有词 赵影突然感觉浑身发热 面部发烧 疼痛难染 大约伴住小吼 赵影感觉不疼了 脸和身体也不烧了 老乞丐对赵影说 你脸上的疤痕没了 把面纱取下来吧 赵影吃惊地说 真的吗 老乞丐说 一点不假 快把面纱取下来吧 赵影转身来到梳妆台前 慢慢取下面纱 突然高兴地大叫一声 疤痕真的没了 天赐你看 说完转过身来 出现在杨天赐面前的 是一个美若天仙 壁花修月的姑娘 杨天赐激动地说 赵影 你真漂亮 赵影来到老乞丐面前 跪下来说 谢谢您 谢谢您 杨天赐问老乞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赵影脸上 为什么会生出疤痕 老乞丐说 这是有人把蛊虫 放到她的脸上 蛊虫破坏了 她脸上的肌肉 表面看上去就是疤痕 我有个徒弟 会一些养骨的邪道 但比较贪婪 我记得一年前 有个姑娘找过她 这个姑娘应该就是 赵影的表妹 刚才天赐告诉我 一年前 赵影准备成亲的前一天晚上 突然发烧不止 便让表妹代替她成亲 而赵影变好后 脸上就留下一大片疤痕 表妹也就成了那个男人 真正的妻子 你这个表妹心好毒啊 不过 你脸上的这些蛊虫 会顺着气息找到最初距离 他们最近人的脸上 但愿她没事 赵影外听说是老乞丐 治好了她女儿脸上的疤痕 便设宴招待了老乞丐 并拿出一百两银子 打谢老乞丐 老乞丐说 你应该感谢杨天赐 他心地善良 是个好人 而且福相满满 若不是她 我也不会知道赵影被人下骨 赵影怕是要戴着面纱 痛苦一辈子了 这天晚上 赵影与杨天赐成为了真正的夫妻 一年后 赵影生下一个儿子 夫妻俩恩爱有加 和和美美 日子越过越好 老乞丐费了自己徒弟的所有功力 并将她逐出师门 赵影表妹的脸上 突然出现了疤痕 变得丑陋不堪 被丈夫赶出家门 最后变成了一个疯子 正是 上恶到头终有报 天道轮回必有果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